白峰山下由益通风情商城特约播出 白峰山下,大事小事,自事关心 东众马铃薯,好品种要有好计划支持 抗旱进入攻坚阶段,三甲应急水厂正式投产 平民视角,用心表达,大事小事,自事关心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号的白峰山下 近年来,市农科所开展水田东众马铃薯试验 找到了适合台山水田条件的马铃薯优质高产栽培技术 认为东众马铃薯在我市大有可为 但是,由昨天的新闻,我们也了解到 深井农岗村东众马铃薯制销问题 这样要发好这个品种 我们可以由深井农岗村吸取什么经验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据市农业局统计 2014年,我市大规模东众马铃薯的地区 最主要有台城、百沙、海燕、北斗和深井 总种植免值3000多亩 深井农岗村以往并没有东族的传统 晚到收割之后,土地只是限制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收入 去年年底,他们开始推广种植马铃薯 我们最后了解到阴平亚种植马铃薯 而且种得很好 所以我们2014年就在香港学习 就去它里面引进这个品种进来 就想通过这个示范 给到其他村民更多的信心 猜不到的是马铃薯遭遇制销 他们的经验跟我们说 发展东众经济不是有技术就可以 前期要做好调查研究 避免盲目金峰种植 还要控制种植规模 到我现在了解才知道原来周边的种植面积太多 所以可能对我们这边的销售出现了影响 除了品种要算得对 农作物的上市时机也要把握好 据个例子,台城南坑村同样是种植马铃薯 由于落种组 他们的马铃薯在春节前就收获上市 当时市场上的马铃薯小,非常上销 最高峰的时候买到2元一斤 春节之后价格一路下跌 现在普遍的行程只有6到8毫子一斤 那个时机最好在春节前后 那段时间上市的价格是最好的 月迟,那个量就大 那个市场就飽和了 之后那个价格就会下降 记者了解到 目前外市的东众经济 主要有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 公销社加合作社加农户 公司加农户 以及合作社加农户四种合作模式 前三种模式都将销售风险 转嫁到公司或者公销社 更加有保障 公署加农户的风险也不太大 你说农户三款 你叫农户承担了 你当时协本无计的 深井农江村委会 成立有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今次该村有30畝的马灵柱 采取第四种 即是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种植 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销售令人头痛 而另外30畝 则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模式种植 风险由公司承担 马灵柱有最起码的销路保障 这方面的经验亦可以提醒农户 东众经济要发展好 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很重要 发展这些其实是一个好的产业 但是这样发展必须有一个计划 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发展 到底要发展多少的面积 这样有什么规模 必须要想定那个销路 这个是首要的 我们本身专业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我们可能会接下来再密室 或者说在空过多方面的信息渠道了解 下一年 即2015年的冬天 是怎样更好的发展 再进下一步的讨论 种植业是一个提天食饭的产业 而在市场经济发展日趋完善的时代 它的销售信息渠道和平台更加突显重要 农户在发展某种经济作物的时候 要做好多些和市场外界接触 和打交道的思想准备 再来看看下一条新闻 为了减轻台城地区的供水压力 保障供水安全 史自来水公司去年9月投入150万 建设日供水能力5000吨的三甲应急水厂 本月20号 该应急水厂正式投产 由于台城地区2014年下秋冬三季连寒 台城饮用水源 北风山水库群的处水量 同比减少了近1000万立方米 尽管市自来水公司 已经由去年9月开始 采取多项措施以确保供水安全 但随住近期气温回升 供水量不断增加 在3月13日开始 日供水量超过11万吨 加上农田春间用水高峰的到来 气象预报提示 4月台城降水将同比减少等因素 进一步加剧了供水抗汉的严峻形势 抗汉补供水工作进入到攻坚阶段 由于汉情持续发展 抗汉工作形势十分严峻 为尽快缓解供水危机 市自来水公司 由春至前已经加快了 三甲应急水厂的建设 安装、调试和市产工作进度 三甲应急水厂建在三甲长坑水库旁 采用先进的一体式净化设备 以三甲长坑水库水为水源 水厂建成之后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城地区的供水压力 同时为三甲地区的正常供水提供充分保障 当晚联欢宴会现场人头传动 前来参加的各界朋友乐意不拙 中国鑽纽约总领事馆领事王军 同市议员、各界社团主席、会长、代表 共400多人出席活动 在过去一年 纽约海宴乡亲联谊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努力为家乡建设牵线踏桥提供帮助 得到纽约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晚会准备了精彩节目 有喜庆新年歌曲、粤曲对唱、中国功夫等 会员互相鼓励、互相祝愿 在本月28日举行的夏川岛潮人敬启动仪式上 将会有精彩的文艺演出 当中包括激情拉丁舞表演 沙滩飘色巡游 舞龙省私表演和武术表演等等 这些节目有什么看头呢? 百封记者昨晚到拉丁舞训练场探过瓶 据了解 今次的拉丁舞节目共有两个 分别是青春线条以及纷纷世界 其中纷纷世界融合了宽快的牛仔舞 浪漫的Rumba 以及热情的Chacha等多的舞种 节目当中既有精彩的多人齐舞 又有带有戏剧元素的双人舞 完美地将舞蹈和音乐结合起来 都是比较热情欢快 被人觉得心情很舒畅 一看到舞蹈就会很开心的感觉 掌老师说 节目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开始排练 当中大部分的演出人员 是来自联合中专学生 不少更加是第一次接触拉丁舞 所以排练的难度大 时间紧 接着走 一 二 三 四 走个圈 走个圈 五 六 七 搭转 因为银组舞和传统的古典舞 一些形态和用力和拉丁舞有些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是舞蹈队的 所以他们都是跳惯了舞 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接受能力都比较强 所以令我很意外 一星期的效果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拱小曼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他说自己也算是有丰富的演出经验 但面对这一次的拉丁舞演出 还是会紧张 我们每天早上有时拉丁时间来训练 晚上那时老师会七点来训练到 差不多十点那时关门宿舍关门睡觉那时 我们也会有的 有时是宿舍有时我们会放音乐来跳下的 有句说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现在我身后这一班同学生 就是到时在夏川岛智雲径启动演出上面 将会演出拉丁舞的同学 每一晚七点到九点 他们都会在舞蹈室进行训练 从每个动作的细节到表情 绝对都不会放松 目求届时将为各位观众 呈现一场精彩的拉丁舞演出 今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白风网 300w.tsbtv.tv 或者顺便关注白风网微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